香港的发展,除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其中一个成员外,也会在香港内部进行各种发展。其中一个发展就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。为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计划,政府落实会有一个名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的计划。 这个计划是会把香港北部各个地区,包括天水围、元朗、上水等各个新市镇,总面积达30,000公斤的地区发展成一个不管在居住。 就业还是旅游方面都非常适宜的都会区,并且将会以创新科技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,并会藉着这个都会区加强香港与邻近城市,如深圳之间的合作。 令香港可以拥有一个更加有利未来的发展计划,并更加融入将来中国各种发展规划。 以便更进一步变成一个拥有各种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地方。 现时北部都会区内有多个发展中或将会发展的计划。 而这些计划预计就可以为该地区带来约35万个住宅单位。 如果这个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可以发展顺利的话,当中也会发展大约600公顷的用地。 因此未来该区总住宅单位数目将会达到90多万个。 预计可以容纳约250万人居住,同时,在区内的职位亦可以增加至65万个。 将为市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。 对于市民生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,即交通方面,就有不少规划配合该发展策略。 政府将会在未来兴建港深西部铁路,连接洪水桥到深圳的前海地区,并且也会向北伸延。 到深圳的黄江口岸并逃经落马州港深创新科技园。 现时的罗湖站也会伸延至深圳,并设立一个一地两检的口岸,将在各个地方方面都有一个铁路系统,同时, 带动位于楼浮山的地区发展。 如果这个规划发展顺利,香港在未来不单只会有维港都会区,还会拥有一个北部都会区,加上明日大余的都会发展计划。 戒时香港东南西北各方向及地区,都会有比较平衡的发展,并且可以同时联系大湾区与内地及海外一带一路等。 戒时香港必然会继续维持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城市,并且是国家经济的龙头重振。 不过,计划始终是计划,能否具体确实执行,并且有效率地依规划时间表一步步完成。 有待我们政府的实干与努力。 感谢观看